前幾天沒有買到的螃蟹豹 這麼剛好3點15 我們走過來 拍一下子 手機是3.00 你看這邊是3.01 就是這麼剛好 那就吃好買了 好燙喔 而且快賣完了耶 這個其實存在很久 只是我們一直都沒有賣 螃蟹味算蠻濃的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蟹肉棒的錯覺 一絲一絲的 我認為它應該是有一點脆肉 肉泥再加螃蟹 可是主要是螃蟹味 但是它真的沒有什麼調味 所以難怪要加米蘭蟹 調味看去蛋 我覺得沒有到好吃的程度 就是要排隊就不要 不要排隊我覺得可以買 它真的在吃火鍋料的蟹肉棒 還可以啦 好像不是蟹肉 反正都是蟹肉啊 可是它有一種不像蟹肉的口感 我覺得不用再美蘭蟹耶 蟹肉味是明顯 但是有一種我不會形容的味道 就是很像蟹肉棒的味道 我覺得這可以當早餐的 因為很清淡 可是又是排隊 我覺得就不用了 對啊 而且一個五百塊也不給 不錯 好簡單 晃一下馬山 法山寺這邊 就法山寺的一個法山寺 就是從座頭座拉麵旁邊 有一條巷子就寫法山寺 你就可以進去了 就可以看到法山寺 繞回來這邊 也可以看到一個法山寺 這個牛袋的角落 這邊有一個法山寺 然後本來我想說要去吃 顧布膚膳膽 但是現在真的很飽 我臉這樣稍微吃不下 海地跟瓜尼歐全可能在那邊玩交好啊 我一個人帶著很花膽這樣亂跑 這附近沒有什麼可以逛的店 所以我只能看這個舞蹟 我現在想說要去找一個咖啡來喝 今天行程實在超彈性的 意外的找到這間咖啡店 阿拉迪卡 它有一種滑翔的茶香 跑哨子也算 我覺得還不錯 它那一杯好像要800多 或200元可以 不是很便宜 但是我看評價很高 然後裡面的定名太不非常好 我覺得裡面是一種就是日式的 然後比較以前年代的咖啡店 我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來教訓部可以去買一下 而且它就在法山寺能點出來一點點 接下來的LOGO 好來 所以這是一個阿拉伯人 結果就掉下去了 外面甜甜 聽起來很普通欸 那怎麼那麼多人 我不要看我吃 唐掉了 我就知道 你為什麼 就是裹一層糖的 蠻好吃的阿 蘋果很好吃 蘋果本人超好吃 但我買蘋果就好 它是糖味道很淡 對 我覺得吃蘋果就好 但我覺得還好 有很多 你可以再吃阿 我可以弄這個嗎 幾分 我就一百 不要逼小孩說這種微薪吃肉質 我去玩什麼 姐姐去玩什麼 他很窄 他很生氣 他生氣了 他生氣了 所以我買蘋果弟弟吃好了嗎 怎麼這麼好打法 其實肚子很餓喔 所以問題是 我把蘋果吃到多長 我還好咬的嗎 我還好咬的嗎 好咬 好咬 很軟骨的那種 三味道的醬汁是偏無 有醋感 稍微帥一點 接著抽一吃很爽 不過我覺得它的醬汁比較香 味道沒有像昨天吃的那個醬汁 但吃起來我覺得也是算很好吃 因為可以跟醬汁吃 對 還不夠 可以送老師 今天是最好 最不好的一個 為什麼 我遊樂園沒有開 有 它是有一點多 它有扭到 這是番茄嗎 這是有扭到這個 那很幸運吧 裡面都是菇蘿米嗎 這是草莓還是番茄 這是草莓嗎 這是草莓嗎 真的是草莓 現在這個盒子做得太精美了 是こ秋帖 是 Girls 館 etzung 凱蒂最期待的 可是我在吃起來會跟 personagem 買這個車輪比一樣 好 我還沒吃到 什麼這麼的有麵 結果這根沒包到 整個khed 吃麵包 快就誣到 又不再吃水煮蛋 好吃嗎? 起司好像很厲害 起司很好吃 所以妳推薦大家來買 我排隊就還好 可是因為他剛剛用起來在旁邊脆脆 然後這雞蛋糕的本身也是 我只能喝半個 上面都沒有起司耶 我只能吃下面 早上就不要自己都吃 你都把我拍得很近很重 就是起司車輪餅 可是很好吃啊 妳有吃過起司車輪餅 我還真的沒吃過耶 它的起司算好吃的 然後外面的餅沒有整個都很脆 只有邊邊 可是它的雞蛋糕本體也是好吃的 我覺得整個不錯 不過這也有500日幣 它應該賣10塊的時候 我不是賣10塊日幣 因為它賣小的賣很低 好像賣的這麼大 可是我覺得蠻好吃的 而且它那邊是有那個自動作票機 它是4片4片2個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速度蠻快的 現在在排隊 還不錯 就順速可以排 就是這道 誰會順路路過這裡 直接告訴我 我還沒有走過這裡 不是我第一次吃過 這一點都不吃過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吃完拉麵那邊就走掉 妳還沒吃到劑子啊 媽媽叫我去旁邊的 我自己吃很多劑子 媽媽很壞耶 其實太好吃了 妳太誇張了吧 我的舌頭 妳舌頭好長喔 哈哈哈哈 妳等一下不要把整塊拉出來就掉到地上了 爸爸 我剛剛很好笑 我以為這個 我怎麼咬不到 結果是這個 然後喝 一定會很想吃 家族吃 家族吃 所以它真的有去賣了 我穿電鞋太帥了 差一點就可以坐船 超丟臉的 因為它一個人都沒有 我想說怎麼不可思議 怎麼會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就跑在後面有人的位置 因為日本很常會 就是會怕擋到別人 所以會跑在比較遠的地方 對是 然後我剛剛就以為是 後面那一群人就排在那邊 然後看了前面 怎麼是船票 我記得你好久都跟我講說 它是自動販賣機 不然我會一直拍下去 好開心喔 而且我 我點完餐 好 就給我了 現在走為新菜小店 然後要去打車 他們全部都在吃 剛剛那個 十元的七十元 蝸牛蛋餐 什麼蝸牛蛋餐 是起司燒蛋餐 還是我也喜歡 美樂地嗎 你敢吃 你敢吃 另一個 好可愛喔 沒有很光美的 趕快!火車!火車快點! 因為推推車在大阪站裡面太麻煩 所以我們走出來 想說這樣繞應該會比較好繞 結果飄了一大圈還溫暖 走了這麼久都你知道 Granfran 我真的快累死了 Luca後面Granfran 前面這邊 竟然是一個溜冰場 走到Granfran 真的太累了 我們就先找一間店 它網路上3.6很高的一間 跟水果相關的 現在6點多吃這個下午茶的類型 我們點這個草莓奶油三明治 然後裡面還有卡士達 草莓很強很強很強 草莓香味很濃 然後有一點點的酸味 真的是蠻好吃的 然後它三明治 就是卡士達跟奶油 它奶油的奶香味蠻濃 但是油膩感比較重一點 所以卡士達這樣吃起來 奶油味還是算很好吃 只是稍微油膩一些 跟草莓一起吃的話 草莓的酸味加起來 就會讓它更濃重 所以吃起來應該是會整體是好吃的 如果很在意呢 有膩的應該會覺得這個還好 我們點了一杯 我們本來以為是紅茶 它會敷一個乾燥的水果 一開始覺得像檸檬 可是我後來看我覺得它很像橘子 剛剛一喝起來發現它這樣是咖啡 可是... 這個咖啡應該是淺焙的 而且它有一種很像水果味道 但是它泡得很淡 但是我覺得算是蠻好喝的 要點一個紅豆糰子湯 下一個草莓塔 這奶油比較好吃啊 因為這個不太一樣 這個奶油比較膩耶 這個奶油比較好吃 真的耶 草莓塔的那個奶油 是比較清爽的 真的耶 草莓塔的奶油比較好 然後它的草莓就是那種 香氣很濃的 然後完全不會酸的那種很好吃 因為我覺得比較貴的 可能它這個油膩感 是想說讓它整體 可以比較融合在一起 對 可是我也是比較喜歡吃清爽的一些 紅豆糰子湯 糰子整個已經煮到軟掉了 所以我就有點像在吃 我們平常很像在吃湯圓的那種感覺 吃不太出來的就是糰子 它的紅豆比較小顆 所以綿密感比較不明顯 整個就是比較碎掉 所以我覺得整個這個紅豆糰子湯 是很不同的 就是它的水果也是好吃的 但是那個紅豆糰湯就還好 我們休息完會不會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真的很累 喔對 它只能吃40分鐘 那等我們吃後 我們就大概逛一下 你下午就要回去了 這不是晚餐欸 這不是晚餐 人家才要吃像晚餐的東西 還有晚餐喔 好飽喔 我也很飽 可是可能應該就 等一下在手邊玩一下 好想吃這個鮮 是啊 如果沒有人的話 我們就應該來玩一下 好想吃喔 這是什麼 好想吃嗎 對 你好 好想吃 你會不會 很好吃 了 好想吃 你會不會 又要去换500块的折扣券 因为又要买东西了 不是放这种北馆可以换 所以现在又在赶路 因为9点就要关门 怎么在下雨的呢 不是说好不下了吗 好的我们回来了 最后我们是在那个 也是弄到快9点 因为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吃晚餐 是那个什么国师院的 但是后来也不太饿 有点累到不饿 本来今天要吃我们这附近 有一间算有名的寿司 梅田附近 但是今天才放在它礼拜公秋 好了我们先吃一下 今天的算晚餐间小夜 前的我们还是买了 Seven的炸鸡 那这个炸鸡我觉得我就不用开了啦 反正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这次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 它是Daddy的 一间超商的炸鸡 它的包装是 它一开始就已经用透明的袋子 装好放在那个保温的地方 但是我拿回来的时候 它竟然漏油了 这有点久 所以大家小心一点啊 还不确定它是哪一边漏油 什么 感同生酥 什么啊为什么我养的时候 不会觉得 半叶叶的 但是我手摸半叶叶的 然后 然后吃饭了 我觉得还不错啊 苹果的非常的厚 苹果 苹果 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是 台湾当店会出现的炸鸡吧 还不错啦 但是没有Seven的好 然后Seven的炸鸡 因为我们昨天吃还是觉得蛮好吃 所以今天就买 那我就不开了 我等一下再自己吃 那咸的就没有了 就是明明没吃晚餐 但是买了很少东西 你是不是脚好酸啊 脚真的好酸 其实还没有看到的 这也是蛋塔的东西 我上次不是说我想把奶油那种东西看看 的确是起司汤 奶油跟起司 但是起司会偏淡 没有说特别好吃 很普通 这个可以不要买 Seven这个Royal Milk Tea 之前我跟大家一直立推的 然后但是前几次 我都觉得它改版之后变不好喝 它至少改了两次 这趟旅程第一次买 看它有没有再改版 那变回来了 没有没有变回来 还是一样 它奶味变淡 但是就是都是茶味 但是有点淡 没有最一开始那么好喝 但是它还是算不错的奶茶 还是OK啦 就只是 我觉得奶味跟茶味都可以更浓一点 我觉得红茶喝酸好喝 蛤没有 我觉得红茶喝酸还是蛮好喝的啊 这个好普通 超普通 然后下一个 这个是Daddy里面卖的 Luxury Cafe 这个有过不好喝的 它超淡 超极淡 没有不能喝啦 只是很淡很淡 是不是超清淡的 很奇妙吧 65卡耶 它是因为强调低热量 超怪 冰淇淋 这个还超好吃 它这个木包味好壮 我喜欢吃木包 今天都在吃奶油跟草莓 这哪是奶油 这是牛奶 是不是还好 吃不出来 好谢谢 不是看别人推的吗 我觉得没有很好吃 我当吃这个也吃不出来 这是什么味道 我五半口的耶 牛奶冰淇淋没味道 所以都是草莓味 所以它没有好吃 它真的很红耶 蛤 是因为草莓吗 还是因为它很便宜之类的 它什么冰淇淋 它是冰沙 如果你把它当作吃刹冰 感觉会比较合理 我还是比方喜欢吃冰淇淋 我其实不喜欢吃刹冰啦 没有炼乳 我们要开始误会它 中间有炼乳 对 它整个逻辑就是 刹冰炼乳跟草莓酱 还有草莓 如果说它 它有没有像草莓刹冰 我觉得有像 因为草莓刹冰 通常牛奶味也没有到很浓 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刹冰 我觉得算是不错的 可是我想要吃的是牛奶冰淇淋 对这个我觉得还好 我来开我们的饮料了 很快捏啊 你吃饼干 利盾的Apple Tea Apple 它苹果很清淡耶 但是你把它当作一个红茶 加一点苹果香味喝啦 是OK 只是 我觉得有点太清淡了 不如选昨天那个绿色包装 那个葡萄的 我觉得比较好喝一点 这个葡萄 不是买过的啦 医幼未门京都的这个 檸檬蜂蜜 上上上次去日本的时候有喝过 上上上次 我记得我很喜欢这个 印象中是它的那个 檸檬酸很明显 到上上次是多久 一年前吗 可能就都一年前 你说一月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说好喝吧 完了 是味觉改变 还是我现在更懂 它是什么味道 我觉得喝起来很像维他命C 是不是维他命C 是不是维他命C 那我要吃那个很甜 很像在喝维他命C的饮料 然后还有一点蜂蜜 跟柠檬的香味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就以前是没加柠檬 我觉得以前没有那么像维他命C 因为它还是有蜂蜜的甜味 所以就算是维他命C饮料 我也是觉得还不错的 感觉就是普通维他命C 口口感就该喝了 好 那我们宵夜就到这边啦 今天到边啦 还没还没 我来下一下今天的总结 每天都讲 总结 一定要讲一下 今天真的太精彩了 一早我们想说 我不想听 我都要哭哭哭 看你有多少钱无助 第一张我们想说特级早一点点起来 去买那个静铁周游券 早一点点起来的你只有我 很好 谢谢你 爸爸是第三个 我哪是第三个 特级去南波站买静铁周游券 没有不能去自动贩卖券 对对对 本来以为可以去自动那个售票机买 但是好像不行 因为我还问了路人 就比那个 自动贩卖券不行 他就叫我比 去那个人空贩卖券 记得不能搭特级 因为搭特级你要付 特级要加一千九还卖券 到深居站 我们到了深居站之后 深居站 人很少还很开心 可是深居站反而感觉就不是一个很热门的站 然后你从深居站你要走到 忘叫鸟什么的 然后你要去那个车站 再开始坐懒车上去 我们一开始看车站的偏面 我们还看不出要怎么走 我们还问路人 不是很好懂 虽然它是连通 但是没有到很明显 大家看我前一片段 应该会比较有感觉要怎么走 那如果到时候还是不知道的话 建议还是问一下路人会比较简单 反正我们到的时候就赶快坐懒车 因为到的时候 懒车就快要出发了 而且因为懒车是40分钟一班 所以如果我们错过的时候 把它等40分钟太麻烦了 那懒车真的很慢 而且有点晃 当下还很开心 因为想说没有什么人 会不会那边没有什么人去玩 因为今天是礼拜一 懒车是三个站 第三个站就到了 他要换一次车 他会再经过两个站 就想像他有点像是巴士 可是你要换车一次 30分钟左右 我觉得大概只有十几分 到达上面的站叫做深居山上站 因为那边就是深居山上有源地 一出去就是了 看到说 好开心哦 一进去 一开始我看到那个 他那个最高的游乐设施 好像被围起来 想说哈 这个东西在整修 说算了 就这个没玩到而已 然后一进去 我们想要去买票 去按那个自动门开不起来 旁边有个很像在除草的人 他就说 没有 里面没有人 我想说哈 没有人 然后要去哪里买票 好奇怪 一走进去才发现 欸好像每个东西都被铁链围起来 才发现说干怎么都不能进去 凯蒂一查才发现 12月5号的时候有公告 冬季修员 修到3月 他12月4号开始修 可是他12月5号在空 我傻眼 因为我们11月的时候开始排行程 因为森居山上排行程 其实有什么排嘛 你只要排交通过去之后就在里面玩 所以我们排完之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很仔细看这个了 对啊 可是那时候还很认真看说要玩什么游乐设施 要买全部的票 还是要买 对因为他有无线游玩的票 因为森居山上游园地 他的模式是 进去是不用钱 但是玩每个设施都要付费的 每个应该300块 对玩以次付费的 所以我们还可以进去 反正呢 他就是正在维修 我们就只能在那边挂来挂去 而且服装很奇妙是 那边可能是一个 类似爬山的地方 那边有很多 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他们是成团在那边爬山 而且他们全身穿的都很像是爬山的 很像剑袭服 对他们是正在爬山的装备 很微妙 然后他们走到里面还在里面一个地方休息 全部人在坐在那边吃东西 你有看到吗 在那边吃饭 对 超微妙的 他们这样看起来一定想说 这群人是来玩游乐设施 只是没有的嘛是不是 然后每个游乐设施 几乎都有工人在维修 他在图油漆啊 我不知道 但我真的傻眼 图油漆在维护肌 这真的只能说是我们这一层啊 如果那个人没有来 但是那个是门市开的话 如果有人进去要拼服这种 我没有想过说 在前一天 对前一天还要再确认 我看了我第一 我去那边撒Google完 他写暂停 我想说 蛤 我真的是买的 我记得我11月的时候 我有查到冬季修园这四个字 但是我查的时候 它是去年讲的 因为它之前有荒废过 然后又重新开启 所以想说它可能就变成一个正常营运的游乐设施 而且我11月查 就是去年有冬季修园 但是我11月查 它没有修园 所以我想说 11月不算冬季吗 所以想说11月是冬季也没有修园 可是为什么它修到3月啊 我觉得都好奇妙 它就整个都在维修吧 我这部影片本来想要好好的介绍 游乐设施要玩哪一期 而且他们两个没办法一起 就完全不能玩 我真的是傻眼 所以连带我今天的行程完全泡汤 然后后来就赶快做个纪念就拍了一些照片 我猜应该也没有人有拍过 站在无维修的深居山上游园地的影片了吧 虽然最近比较热门 但是也没有那么多人拍 但是我这个应该算是很稀有的影片 就变成蓝车一日游 可是蓝车风景是真的蛮漂亮的 对蛮特别的 我觉得如果真的 很像是画里面的 对我觉得如果下雪或枫叶什么的 应该会更漂亮 晚上应该也很漂亮夜景 好然后我们就坐完蓝车之后 就在想说 看到底要去哪里玩 然后才想到说 啊我们上去新栽桥了 最后因为太忙了 所以就没有到大破坑里面真的玩 我们想说好吧就去到顿窟吧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没有吃后面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就去到顿窟吃了一切东西 也是有点饱啦 吃个拉面之后就很饱了 然后那间拉面 拉面 拉面 那间 我们就不用排队 我们只是比较幸运 遇到前面一团很多人 拉面是凯蒂找到她很期待的 结论就是我觉得那间是 不太值得排队的啦 不会不好吃 但是以排队来说 那就真的不用好 这个金龙拉面真的是从头排到 对而且我也没有吃过金龙 太扯了 她排超长 下次想说要来试试看看金龙 然后我们就吃了一些商业商 还有吃到那个大碗七十少 我们三个都很爱 凯蒂很夸张 对她还是多买一个 因为本来我只有我下去排队 喜欢大碗七十的 举手 举手 一定要赶快搬一搬 就下来天哪还要搬 对就是你上下都要搬 所以有带婴儿车的朋友 就是小心一点 你要搬很多次婴儿车 好那回来 然后到顿库那边 昨晚就走回心栽桥 然后又回来 Grand Front Grand Front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晚累了 所以我们就 赶快去吃个东西 然后就去吃 随便查 因为我们本来在Grand Front 没有打算吃东西的 我们本来晚上 你真的脚太酸了 对因为本来想说 晚餐要吃贵寿司 和贵寿司没开嘛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都没开 我们好赞 真的 真的运气很好 而且怎么走 都走错路 会跳今天去的原因 也是因为后面又更冷了 想说去神剧山上会很冷 今天好像是这几天来里面 最不冷的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冷 真的很蠢啊 然后就在Grand Front逛逛 然后凯蒂还买了东西 又玩啊 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会买 好羡慕 我都반越来 所以又可以准五百块 我怎么不买 对我们还去用的 那个Grand Front 可以用了五百块的帥 它每天都可以 換一张五百日帝 每天都可以 材料 rare 然后那张 PM 看起来是不用 对所以买三千日币 就可以用一个 所以你可以每天 走去换一下再回去 走去换一下再回去 有四个地点可以换 然后有六个商场可以用 对 其实还不错啦 因为每天都可以去换一张 算是有点 接近达巴士的概念 如果你买一个三千块日币 dapat punk 所以得 所以如果真的 這個無依良品可以用 我覺得蠻划算 因為葛芳有無依良品 可是我們還沒有去逛 我們都還沒有時間 每天都好忙 會去道頓庫的一點也是因為 大道盛區要從南坡站 所以我們才說南坡直接往回走走 到道頓庫啦 我們要攪拌牛奶 吃到大王起司也算蠻開心的 我沒有很開心啊 大王起司我覺得沒那麼強啊 那醬魚燒好吃嗎 醬魚燒不錯 對 本來想拍另外一屆 但是已經真的太飽了 今天我其實有點不太知道在幹嘛 可是我覺得蠻開心的啊 那是因為你買外套才開心吧 這是女主中的小插曲 那就算了啊 辦了怎麼辦 但是高天井不開心啊 他現在還好啦 他只要可以吃半團他就開心 好啦 那差不多就這樣了啦 覺得每天都好累喔 覺得每天都好累走路走好多路 我還搬上搬下 不管去哪裡 重點是這幾天 我的那個逛街行程都還沒有開始 我已經把觀光行程都弄得差不多 但我幾乎沒有逛街行程 明天要去吃燒肉 對啊 明天我們下個行程是奇緣 吃燒肉 來日本這麼多吃 但還沒去過奇緣 那是最後的觀光行程 剩下都是賞品行程 因為一些下雨的原因 把這個行程都亂排了 本來我是交錯牌 我覺得我已經那一千了 沒關係我可以花你的錢 不要再不要再花啊 可以吧 外面買到衣服欸 我是買了一件外套 一件很多你要買兩頂帽子 好啦 那差不多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不要錯過 我們是家庭兄弟 下次見啦 掰掰 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掰掰 下集合 下集合